绿色氢技术公司HTEC Systems和能源公司Group已宣布,他们将在瑞士西部合作开展第一个H2项目。 该项目将使用西芬恩大坝产生的可再生电力为其电解槽供电。 Steven & Dam水电站将为两台HTEC Systems ME450-1400PAM供电,该项目将用于生产绿色氢气。 预计将于2023年开始生产,从那时起,它将每年生产约300吨可再生氢气。 清洁燃料将主要用于货运行业的脱碳。 该项目是首次在瑞士西部开设氢气生产设施。 Steven & Dam生产场位于福里堡州,将用于H2生产的两个PAM氢电解装置将由大坝的旋转涡轮机提供超过2兆瓦的清洁能源。 生产工厂的位置靠近A12和A1高速公路,非常适合将清洁燃料运送到附近的加油站。 H2将使用油罐车通过公路运输到这些站点。 绿色氢合作伙伴关系是需要PAM电解槽的Group E试点项目的结果。 两家公司合作开展该项目,因为H-Tech Systems PAM电解槽是和Group E的可再生氢气生产需求。 通过这个项目,我们正在进入新的领域。 与H-Tech Systems的建设性、公开和透明的沟通,以及他们在自己的高效PAM电解槽方面的经验,让我们对即将到来的实施阶段充满信心。 一组项目经理URS Cropfree说。 这时,H-Tech Systems首次进入瑞士市场。 该公司对与Group E就该项目合作的机会表示赞赏,并表示期待有机会与能源公司就该绿色氢项目进行合作。 通过我们在过去几个月的讨论中的协作和值得信赖的合作,我们知道我们在Group E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在瑞士的第一个项目的合作伙伴。 我们期待与我们的客户一起在Skiffinan大坝这样风景如画的地方实施这个创新项目。 项目销售经理Alexander Dekker说。 感谢您选择氢燃料新闻网。 不要错过免费访问我们独家电子书的机会,今天就注册吧。 关注这个故事以及更多关于HFN。